大家好 今次我精選了第四場四班千年的賽事 有一隻馬上次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 因為他以一個冷門的姿態走進去的位置 他的表現相當出色 在後想的過程中令到很深刻的印象 這次他抽到好檔 我覺得他有機會在這場次打開聖靈之門 立即和大家重溫這隻國善無雙 上一次怎樣爆出冷卻 後想炮了一隻第三 國善無雙見到五檔出閘8號那一隻 現在是橙橙的紫色格仔 8號那一隻 紫色舞那一隻 現在大約在第六位那一隻 就是國善無雙 拍著黃色衫 6號那一隻金鑽貴人就是國善無雙 其實今場國善無雙遇到的對手都挺厲害的 就是6號那一隻金鑽貴人和5號那一隻辣得嬌 都是一些實力挺好的馬 現在放在頭上看到3號綠色衫就是紅中列馬 10號那一隻就是無可估計 然後還有1號那一隻就是妙妙精彩 一路見到這隻國善無雙都是守住在第七位左右 跟著前面12號那隻極爽咬住的屁股 一直都在找位 巴道其實就是跑法 他如果真的有心機跑這隻馬都不錯 看到剛才虧了位之後 開始就扔出去外檔那一路 其實一路推騎這隻馬 開始是最後最後三百米有些反應的 紛紛薑去追前面的馬匹 雖然金鑽貴人其實就是質素高一些 走了內檔 跟著還有和他一起後上那隻辣得嬌 都是在內檔 他後上有個第三個 真的在中檔走出來 其實如果我覺得巴道他在裡面找到位的話 未必會輸得那麼遠 當然金鑽貴人的質素上是真的比他高一些 但是這隻馬確是無雙開始都是成熟的 大家這次真的要撐住他 因為為什麼呢 他抽到一個很好的檔 抽過一檔 121磅 還是巴道騎回來 你知道巴道最近的表現不算很好 但是他始終這隻馬我覺得是機會馬 他臨場的對手是有些的 但是他相對的形勢和檔位 我都覺得他在這場裡大家要撐住他 不妨找他做膽也不怕 因為始終這隻馬開始成熟有盡 所以這場撐住這隻的玩意 我就介紹國善無雙給大家 國善無雙在日本馬俗來說就是清一色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這次 叫一波清一色 憑著國善無雙幫到大家贏到錢 希望大家星期三的賽事就順利利 下次香港打給大賽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